俄军在俄乌战场投入了一个机器人部队 暗语 平台之类的无人作战平台都有 但火力军看来看去 也没见到天王星无人战车的影子 连测试阶段的苏武7都披甲上阵了 为什么经历过叙利亚实战的天王星9无人战车 反而是销声匿迹 而俄军现在正需要这种能够替代士兵的无人平台 从战争开始到现在 俄罗斯已损失了超过2000辆各式军车 误军摧毁的摧毁 缴获的缴获 甚至说俄军现在的坦克一半都是苏联之前的遗产 连个热项仪都没有 基本上就是炮灰 所以排除那些手家的装备 俄军在前线可以作战的坦克寥寥无几 至于俄军人手不够的情况 那是人尽皆知了 乌东哈尔科夫就是因为人手不够才丢的 所以俄军存起来的无人战车 远程火炮确实有出动的必要 只是之前派出的机器人部队也就一个连队 还都是一些老装备 最新的天王星9无人战车却一直没有出现 天王星9上场 能不能逆转劣势不好说 但好歹能缓解人手不足的情况 俄军为啥不用 俄罗斯的武器装备有一个特点 不管什么精度 火控之类 先把火力拉满 威力猛就行 天王星9无人战车就是如此 其配备的模块化火力系统 给它带来了强大的火力 该无人战车长5.12米 战车全重12吨 最大越野速度25公里每小时 可以持续行驶6小时 最大的特点就是火力猛 主战武器是一门30毫米的机炮 加上一艇7.62毫米并列机枪 外加4枚反坦克导弹 和6枚便携式防空导弹 可以同时打击装甲目标和低空目标 压制步兵集群更是轻轻松松 一辆天王星9的火力就可以顶一个小队 而且武器还是模块化 可以根据战场需要进行不同武器搭配 如果遇到攻坚战 这6枚防空导弹就可以换成6具火焰喷射器 其先进程度也还算可以 激光电热和热成像传感器之类的感知模块 一个不缺 白天探测和追踪目标的有效距离6公里 就算是晚上也能有3公里 可以通过远程遥控和自主方式进行机动 如果要说缺点 那就是皮太薄了 天王星9的火力甚至超过BMP-2步兵战车 但是防御力不行 顶多只能抵挡炮弹碎片和大口径的机枪 还没有附加或者爆炸反应装甲 俄军对此的说法是用不上 确实天王星9体量小 价格也便宜 被打爆了也没有人员伤亡 所以装甲厚不厚无所谓 能开炮就可以了 一般情况下 天王星9无人战车是由4-6人组成一个机器人战斗分队 整套的天王星9作战系统还配备了有人指挥车 可以实时跟踪无人平台和遥控通讯指挥 基本上是一名成员控制一辆天王星9 除了武力值不错 天王星9还具备感知战场态势的能力 其可以通过专用的加密通讯 将图像实时传递给指挥车 这样的数量和火力配置加上战场态势感知 无论放到哪儿都是一个重量级的存在 天王星9的数据还是可以的 俄军不用它 估计是觉得它不可靠 虽然在叙利亚测试的战绩还可以 但实际作战效果不行 苏联在上世纪50年代 就已经立项研究机器人技术 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的遗产 在战斗机器人方面的科技水平 和生产规模都不错 积累了一定的技术 比如暗语系列 平台系列 唯一的问题就是这些无人平台 能不能在战场上用 可靠性是个大问题 于是在2015年的时候 俄罗斯就将战斗机器人 投入到叙利亚战场 这也是世界上第一次公开的 以战斗机器人为主角的攻坚战斗 战绩也相当不错 当时的天王星系列 还没有形成规模 参战的是他们的前辈平台 和暗语系列 俄军无人机先对叙利亚 反政府武装的阵地进行侦查 随后 杨怀自动火炮挨个点名 等到主要防守据点被清除后 六台履带式的平台 与四台轮式暗鱼 配合作战部队发动攻击 一个由200多名反政府武装防守的阵地 只用20分钟就被这些无人作战平台拿下 整个战斗过程很激烈 但是受伤受难的只有无人平台 俄军方面只有三人受了轻伤 要么是被榴弹击中 要么就是冲得太快崴了脚 把人员伤亡降到最低 这也就间接证明了无人作战平台的作用 但是俄军队天王星9也就更伤心了 到了2019年 天王星9无人战车也在叙利亚露面了 上演了一波降伪打击 无伤一打十 进入叙利亚战场 天王星9的第一个任务 就是与叙利亚政府军回合攻占一处市区外的高地 六辆天王星9vs70多名武装分子 不用政府军的支援就轻松完成了任务 战斗结束 六辆天王星9无一伤亡 基本上可以说 一辆俄军机器人 打十个普通叙利亚武装分子不成问题 在大规模作战中 天王星9也能凭借自己武装到牙齿的火力 清除敌人外围的堡垒 保存己方的精锐力量 在夜晚 还能利用夜视系统对敌人发起进攻 在叙利亚战场 俄军就是连续进行夜战 在几天内消灭了上千名武装分子 还顺带摧毁数十辆敌军重型装备 到2021年的时候 俄罗斯就组建了世界上第一支 完全由无人战车组成的装甲部队 该部队主要就是天王星9无人战车 以及五套天王星9系统 共计20辆战车 所以天王星9俄罗斯肯定有存量的 至于为什么不用也很简单 就跟火力军之前说的一样 战绩可以 但实际作战效果不行 火力军不否认 科技是推动现代战争形态升级的终极力量 未来的战场也是智能化 无人机在天上飞 无人战车在地上跑 打完一场战争 没有一个人伤亡 也就是无人战车会缺胳膊烧腿 这就是火力军想象的未来战争 不过武器想要智能化 就看自家的科技高不高 偏偏俄罗斯科技不行 比如明明是一个无人战车 智能化却不达标 不能满足独立作战的需求 俄罗斯的芯片水平 大家都心知肚明 在叙利亚战场上 敌我识别能力就不够 如果不是士兵遥控的话 自己人打自己人不是不可能 如果对方有较强的无线电干扰系统 就可能利用战场的复杂态势 对其进行干扰 估计天王星9能直接躺地上 直到被对方缴获或者被摧毁 就拿控制系统来说 天王星9的控制模式 有有限控制 微波直控 卫星通讯控制 和人工智能直接决策行动 不过按照目前的状况 俄军显然难以实现有限控制 其现有技术 也难以满足人工智能 自主决策需求 而平台上也不能安装较大孔径的 未通天线 这样一来 俄军只能用微波直控 这种相对容易实现的技术 只会在外作战的无人战车 所以天王星9对遥控距离也有限制 在500米以外 就有可能接收不到指挥车的信号 它的观瞄和热成像系统也有问题 捕获目标的距离仅有两公里 低于预期的六公里 所以如果天王星9离指挥车比较远的话 就很难发现目标 还可能会因为信号延迟错过目标 在叙利亚战场上时 天王星9就出现了掉线失控的情况 在战斗中失去连续的次数19次 最长一次达到了90分钟 在得到战场的反馈之后 俄罗斯是否能对其进行改进 也是一个未知数 当然了 归根结底 天王星9探索距离不行 那是因为脱离了视线范围或遇到复杂地形 在巷战的高层建筑环境中 天王星9的操控距离降低到300米 远远低于预期的3公里 理论上 无人机高空协调可解决这个问题 但俄军的无人机水平 一言难尽 还有30毫米自动炮 不能在机动行驶时射击 多次发生故障 所以俄罗斯还是将其当作死士 为士兵撤退时提供火力掩护 除了其本身的缺点 俄军不用天王星9的原因还有一点 那就是双方的电子技术差距过大 乌克兰这时候的军援已经到位了 得到了北约多重技术加持 在干扰和防御方面 也比中东那些极端组织强 俄罗斯的包括天机侦察 网络侦察 电子侦察 陆地侦察等等都不行 俄军在乌克兰面前就跟透明人一样 表如指掌 如果俄军将天王星9用于俄乌前线的攻坚战 很难复制在双利亚的胜利 再加上美国将卫星侦察数据 共享给乌克兰 后者可以直接摧毁俄军战斗机器人 对俄罗斯来讲 用战斗机器人打击双利亚反政府武装 属于非对称降维打击 而对于有北约先进装备加持的乌军 俄罗斯还是力不从心 而且俄乌战争和双利亚战争完全是两个概念 乌人战车能发挥的作用完全不同 俄乌战争与双利亚战争在形式上截然不同 从严格意义上来讲 俄军在双利亚战场上的作战行动 总体是在反恐治安状态下进行的 中东极端组织的军事素质 各位也都清楚 层次不齐 武器装备大多都是一些单兵武器 所以战场的程度还是比较低的 分布在双利亚境内的恐怖组织武装分子 作战行动多采用小股出动模式 比如毒狼 路边炸弹等等 总之毫无作战策略 所以俄军在肃清及围剿过程中 可以逐个击破 以点破面 改变战争走向 而俄乌战争完全不一样 从作战环境而言 它涵盖陆 空 天 电等多领域 从参战力量来说 它涉及陆 空 导弹部队等多军兵种 属于是高强度的战争 每天发射的炮弹都要论敦署 想要在现代化战争的攻势作战中 投入无人战车 就必须要用传统武器 取得对前线战场的绝对主导权 如果在未取得压制性优势的情况下 投入大量无人战车执行任务 没啥作用 就是给乌军送战绩的 最可能出现的情况就是 车还好好的 人都没了 正版俄式无人车 总的来说 现在无人战车属于锦上添花 想要它挑大量或是雪中送炭 就从现在的战争形态及科学技术来看 还有一定距离 信息化战争想要升级为智能化战争 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行动自主 这点不仅是俄罗斯不行 其他各国也都没有达成 或者是达成了但不可靠 还需要士兵在不远处操纵 估计一不小心就会被对面炸死 无人战车真就成了无人战车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各位觉得天王星9无人战车 能派上用处吗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 如果视频内容有不对的地方 各位也可以在下方指证 我是火力军 下期见 下期见